20號上午9點42分 花蓮外海發生規模6點3的強震 新北宜蘭的地震震度達到4級 搖晃長達120秒 釋放能量等同1.4顆原子彈 新北市也傳出火警 水管破裂淹水等災情 日本沖繩隨後發生規模6.8的地震 和台灣是同一起地震 日本氣象局更發布海嘯警報 索性已經解除 當地時間18號晚上 一艘載有700名乘客的非法難民船 在從利比亞開往意大利的途中翻覆 意大利協同各國徹夜搜救 截至目前只找到28名生還者 意大利總理表示實際的狀況不明 但他們會盡力搜救 他也呼籲國際協助 禁止難民船離開利比亞 伊斯蘭國在當地時間19號再度發布影片 影片中顯示他們在利比亞 處決30名比索比亞的基督徒 一群人在沙灘上被砍頭 另一群人在沙漠中被槍斃 伊斯蘭國警告基督徒改信伊斯蘭教 因為這支影片和過去發布的很類似 目前各界還在確認影片的真實性 以上新聞由關鍵評論網提供 在家中間有關的影片 請問兩位請問兩位請問一位